寬度 就是有這樣而已 這個地方就是有挖一個衛生紙的框 這兩座真的是很讚 全部都是藝術水泥 搭配起來有一種 衝擊風的感覺 而且是乾燥浴室的功能 超級強 保持衛浴這邊的乾淨整潔 Hi 大家好 我是Jasmine 今天呢 要來開箱我們家 整修完的衛浴 先前情提要一下 如果不知道的人呢 我們家在去年的時候 整個翻新了 就是老宅翻新 那最恐怖的地方之一 就是我們家的衛浴 原本的樣子呢 就是那種瓷磚 還有它的瓷磚縫都非常大 收納空間非常不足的 那種常見的傳統衛浴 那我們家的衛浴呢 總共有兩間 因為我們是樓中樓嘛 所以就是一樓這邊有一間 然後同樣位置在二樓那邊也有一間 那我們的衛浴空間其實都蠻小 大概都是一坪左右 樓上樓下都是 所以呢我們的挑戰就是要在這小小的空間裡面 既不忘美過來 又兼具實用性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看第一間 來囉 登登 好的我必須先這樣錄 因為呢 我們這個浴室真的太小了 你們看 如果我這樣自拍 大家應該什麼都看不到 那我們家這兩間浴室呢 全部都是用藝術水泥這種特殊塗料 你們可以看到我們市面的牆 是沒有任何磁磚的 你看 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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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全部都是藝術水泥 就如果你們仔細看是可以看到那個抹痕的 這都是專業的師傅塗抹出來的 那藝術水泥最大的好處是他沒有截縫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個經驗用傳統那種磁磚的浴室 他磁磚跟磁磚中間就要打那個silicon 但是呢 台灣的氣候真的太潮濕了 所以很容易發霉 真的你就算在場清潔 那個霉菌還是會不斷不斷的出來 所以當時我們就想說 好吧 心意橫這個預算還在砸下去 就兩間都做藝術水泥 他沒有截縫 所以真的完全不會有發霉的問題 至少我們用到目前的位置 是非常非常的滿意 而且呢 因為藝術水泥它是全式同色系嘛 所以他會有放大空間的效果 就是你們看 我們這間浴室真的超級微爆大小 他就只有一瓶左右而已 但是全部用同色系的情況 是不是有一種延伸感 就可以大大的放大小空間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棒的地方 如果你家的浴室 瓶數也不大的話 真的可以參考這種做法 那我們一樓的藝術水泥呢 是這種淺淺的灰色 他應該是比較偏冷灰 當時候其實只有藝術水泥完工的時候 我有點小小的擔心 因為我覺得好像有點太冷掉了 結果我們搭配上我們的浴櫃 就是這個暖暖的目色之後 我覺得超級配耶 就是反而很綜合的感覺 不會說太冷也不會太暖 就一個剛剛好 那剛剛有說到嘛 我們以前一樓的浴室的收納空間是非常非常不足的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就做了一整面的淨櫃 還有這座浴櫃 收納空間整個瞬間加100% 那這座淨櫃的小巧思就是我們從淋浴門之間一路做到牆面 做到底這樣子 就不會只做中間 這樣子延伸感會比較好 但是為什麼這邊鏡子不到底呢 是因為我們的浴室非常的小很窄 你們看我們的寬度 真的就只有這樣 就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如果這邊完全做完的話 會有一點壓迫感 所以我們就決定把這邊做一個開放櫃 但是我跟你說 在媽媽一起做的情況下 有開放櫃是超級可怕的 所以從搬進來第一天 我就跟我媽千叮嚀萬膠袋 這個開放櫃 絕對不能放任何東西 只能放這個寬箱 然後我第一天就把它放進來站位 就是不可以放東西 只可以這樣 對 但我媽也真的是 蠻聽話的 就是維持的非常好 那在鏡子的切割上 其實我每次有特別討論過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在鏡面的切割 會可能切的比較細 讓門更多 開關上會更方便一點 但是這樣會導致你這樣視覺看過去的時候 會亂很多 所以我們說盡量可以減少 這個切割就減少 最後就只決定切這兩條 這邊是完全沒有收納功能的 就是只有這兩個 這邊一個 然後這邊一個 對 我們兩個鏡位都是朝右開 最主要是因為 左邊這邊是玻璃淋浴門 我們怕這樣互相會撞到 不太安全 所以就兩邊都是往右邊開 可以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雖然我完全沒有整理 就是沒有說好 就是原本就長這樣 對 這邊有個小巧思要跟大家講 你們看 我們的衛生紙抽是在這個下面的 就是馬桶在這邊嘛 然後你直接坐在馬桶上 手往上一伸就可以抽衛生紙了 這個地方就是有挖一個衛生紙的孔 非常完美的可以把衛生紙收在這邊 那我們這個洗手台呢 因為洗手台已經是方方正正的嘛 然後我們整個浴室其實也是方正居多 所以當時候我就挑了一個這個 比較有一點弧形的麵盆 這樣可以比較中和掉 冷冷嚼嚼的感覺 然後我們的這個 呃這個叫什麼 麵棒嗎 檯面 也是用10英時就比較耐用的 然後下面這個櫃子的切割也是我們自己設計的 就是這邊一大塊是放清潔用品 然後這邊呢就放吹風機 然後這邊是放我媽媽的一些雜物 然後這兩座整櫃都是我們跟經典衛浴就是客製化的設計 他們其實還蠻方便就可以完全依照你家的尺寸 還有你個人的需求 像我們家想要這樣子切鏡子啊 然後這邊要鏤空啊 或是這個櫃子要怎麼切啊 它都可以完全按照你的需求去調整 所以這樣整組客製化起來啊 就可以非常完美的吻合你家的尺寸啊 風格啊 還有收納上的需求 這兩座真的是很讚 那這次啊因為預算的關係 所以我們家沒有做壁掛式馬桶 也沒有用免製馬桶 但是呢我們有加購一個溫水洗淨便座 就你們看這個便座啊 它其實跟一般免製馬桶的功能都是差不多的 包含這個冬天會自己加熱啊 然後它有附這個 遙控器 然後是可以讓你洗淨的 我們家的家人都超級滿意這個便座 他們有時候上廁所還指定說要來一樓這一間 再來就是我們的淋浴門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其實我們這次有特別挑說這一條 從這樣正面看 看起來是會比較細的 這樣整體看起來會比較優雅一點吧 然後在這個淋浴門上面啊 你可以看到我們是沒有做那種橫向的毛巾蓋 也是為了這樣看起來可以比較簡潔 然後盡量減少媽媽有各種東掛掛西掛掛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就減少那種可以放置物品的地方 包含像這個電熱毛巾架 我們也沒有選那種上面有一個平板 就選這樣乾乾淀淨只能放毛巾的 不過我個人覺得這個電熱毛巾架 我們其實真的蠻少用就沒有到很必要 因為我們這次選的這個暖風機 這個算適合一暖風機嗎 它超級給力 是這台三菱的大推 真的大推 因為我們樓上用的不是這一台 所以有個比較值就差異感受上非常明顯 這個三菱這台它的暖房還有乾燥 而且是乾燥浴室的功能超級強 就這一台是真的可以讓整個浴室乾燥 然後包含毛巾也都乾燥 我覺得這對於非常潮濕的台灣來講 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一個機器 尤其是放在你的主力衛浴 而且你看它的機子超級漂亮 就是完全不會影響你浴室的美觀 我真的大推 這不是合作 真是真心推薦這一台暖風機 再來就進入到我們的淋浴區 你們看我們的蓮蓬頭是不是超級美 當時候在做裝潢的功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第一個查的東西是水龍頭 我真的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第一個做功課就真的是水龍頭 然後當時我看了好多好多品牌 我覺得做功課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你不做就算了 但你一做就會陷入那個深淵 你就找不到說到底要用哪一家 總之我那時候就爬文 瘋狂的爬爬爬爬爬 然後就看到有人推薦說 欸如果是要找龍頭啊 未必配件這一種 其實Day&Day這一家算是CP值還蠻高 就他們品質還不錯 然後外觀也不錯 價格也很可愛 於是乎呢我們家的淋浴龍頭就是用Day&Day的 是不是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那時候他們還跟我說 很多人的這種霧黑色的五金啊 他們裡面都不是用補鏽鋼 但是Day&Day他們家這個五金裡面是補鏽鋼 然後我記得他們裡面有個 就是龍頭不是裡面會有個什麼鑫嗎 我有點搞清楚 反正那個水會過去會經過的一個地方 他們是用比較好的那種金屬 最後給你們看我們家很可愛的這個放冠洗用品的小籃子 這是我在Yamasaki吧買的 他不便宜喔 這個小小的價值要1000多塊 但是我覺得他的質感超級好 那當時我們就是希望可以保持衛浴這邊的乾淨整潔 不要說在這個平台上放非常多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個 然後他東西也可以放還蠻多的 我跟我媽媽的東西全部可以塞進來 而且這樣子其實也可以控制你的量 就是說只要超過這個籃子 就暫時不可以再放新的東西進來囉 所以我自己很滿意這個 而且他的膏你們看 是這樣子矮矮的 所以會被這個 叫什麼浴櫃打住 像我這樣從這邊看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說這邊很多 瓶瓶罐罐很容易 接下來我們就來到了二樓的浴室 這一間呢 他全市的藝術水泥 就是用米黃色的 其實當時候一開始什麼都還沒進來 只有藝術水泥做好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這一間的 不過實際上都完工之後 我覺得兩間就各有自己的風格 當時候二樓會想要用比較偏暖色 其實因為我們二樓是臥房區嘛 就希望整體是比較溫暖溫馨一點的 這邊呢大家就看得出來 二樓的配置呢 整體就是比一樓 簡約了非常多 對 因為大部分人都還是在樓下使用為主 像這個面盆 也只有我在這邊刷洗臉而已 那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二樓是有一個浴缸的 其實我們家改妝前一二樓都是浴缸 那當時候因為覺得說 媽媽年紀會越來越大 不太適合這樣 腳一直跨進去 又跨出來 很容易摔倒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把一樓改成乾濕分離 但是我堅持二樓一定要保留一個浴缸 就有時候真的很想泡澡啊 放鬆什麼就至少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泡 那這座浴櫃呢 是當時我們在經典的展示中心 看到他們有這一款設計就覺得太好看了 就指定說要他們這一款 而且我們也覺得超級適合放在這個 有一個奶茶奶茶色的空間 用個亮點的感覺 然後我們小小微調一下 就是把這個門改成右開 本來他店裡面的是左開 然後這邊加了一個衛生紙孔 他呢就是直接在裡面放一個衛生紙架 在這邊 然後你只要把衛生紙放上去 就可以從這邊抽取了 那裡面就是放我的日常生活用品 實在很亂就不給大家看了 然後一個小巧思是他的左邊呢 有做兩層這個開放櫃 我真的是完全沒有整理喔 本來就長這樣 這樣你要拿一些日常用品 像是牙刷啊 什麼卸妝的啊 就很方便 然後又可以藏在這邊 你這樣從這邊看 就完全看不出來 不過還是要善意提醒一下 我真的實際使用過後 覺得黑色的面盆在照顧上 真的會比較需要花心思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沒有那麼勤勞在打掃的話 我會建議可以選白色那一款 那這座浴櫃搭配的鏡子 就是這個不規則的椭圓形鏡 我覺得超級美 這樣整體搭配起來有種 插級風的感覺 有沒有 我自己覺得是有啦 呵呵 只不過說如果沒有一樓的衛浴 的話 應該是不可能把這間做得這麼簡單乾淨 所以這種風格可能比較適合刺味吧 我在想 然後我們後面這個毛巾架 也是很簡單 這樣一根而已 這邊就掛著我的卸妝巾 然後剛有說到一樓跟二樓的暖風機是不一樣的 然後二樓是這一台 這台就價格上便宜很多 但是它的力道真的是不太夠 它的風就是很不熱 不夠熱 導致就算我開了兩個小時 浴室也不會全乾 然後二樓這間馬桶啊 我們有特別選它的高度是比較矮一點的 因為我們這邊整體都是比較偏矮 所以就這個剛好也選矮一點的 只是我們這一層樓就沒有選那個已經變座 我覺得之後應該會加上去 因為有那個真的還是方便蠻多的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次兩間衛浴的改造成果 沒錯 我覺得他們都已經成為了 麻雀雖小五張俱全的兩間衛浴了 就雖然小小的只有一瓶左右 但是該有的功能都有了 所以用起來非常的舒適好用 整個跟以前的使用體驗是大大的不同 升級了好幾個level 那就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